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柯文哲以前说安全问题绝不妥协 破功了吗 外送员两死才劳检 苏贞昌居然称赞内政部反应很快 两死之后才测定是雇佣关系 韩国瑜在今天他正式的宣布要请假了 要开始他全心全力的投入2020的总统选举 韩国瑜表示将会南台湾 把南台湾的淳朴 勇敢 勤恳 还有温暖的精神带向全台湾 他宣誓要从南方出发 正式展开选举的行程 当被问到内心的这个心境转折的时候 韩国瑜高歌一首 我现在要出征 所有关心韩国瑜的海内外的好朋友 所有关心我们高雄市海内外的好朋友 今天在这里正式要宣布 我要开始请假投入总统大选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我在这里郑重的宣布 从明天开始 我将请假 全心全力投入总统大选 这十个月来 我们市政府的团队卷起袖子 努力的工作 和我们高雄市民朋友通力合作 为建设美好的高雄来打拼 让我最感动的是 全高雄上上下下 充满着一股愤发向上 脱胎换骨的气息 全台湾人都可以感受到高雄 这种新风貌 新气象 这种充满希望与奋斗的气息 感染了很多的朋友 他们喜欢来高雄 就是想要这种温暖 勇气 还有希望 太多太多的朋友劝我参选 中华民国总统 不是要我放弃高雄 而是要把温暖 这种希望带到全台湾 我深深的了解 台湾人民这几年 过得非常的辛苦 世界上的苦人不怕多 只怕得不到一丝丝的温暖 只怕看不到一丝丝的希望 而我们当今的政府 带给了人民什么样的温暖 带给了人民什么样的希望 大多数台湾人民 是伤心跟失望的 当前的政府 只会大砍 最守法 最听话的军工教锦销 的退休金和薪水 欺负没有反抗力的劳工 跟农民 以及庶民 一个政府 最后只会讲酸话 恐吓人民 请问当今民进党执政的政府 带给我们台湾人民 什么样的希望 坦白说 酸话讲再多 都不可能使我们台湾壮大 批判再强 也都不可能使我们变得更强大 真正的台湾人民 强大起来 只有靠着建设自己 壮大自己 朝正向发展 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我们可以不可以 不要到处挑衅 建立一个和平的环境 让台湾成为民主繁荣的典范 台湾有纯洁善良的人民 勤奋安定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努力 来建设更美好的家园 今天韩国瑜 我已经决定从南方出发 是为了把南方的精神 带给全台湾 南台湾是淳朴的 勇敢的 诚恳的 温暖的 我们会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 我们要互相的友爱对方 团结更多的人 为了建设充满温暖 温暖与希望 要真正的民主 与繁荣的台湾 为这个目标 我们一起来奋斗 一起来努力 从今天开始 韩国瑜将会带着温暖与希望 从南方出发 重建台湾的荣光 重建中华民国的光荣 谢谢大家 谢谢 市长 这一阵子 这一阵子要决定要请假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说说 你的心境转折呢 我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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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在我的心中 想起了一首我年轻的时候 喜歡唱的歌 正好是此時此刻我的心境 我唱一遍給大家聽好不好 唱完這個歌 大概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釋清楚 這套歌你們聽聽看好不好 好 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唱這套歌 我現在要出征 我現在要出征 有一人要同心 愛有一人要同心 你同心絕不成 我現在要出征 我若是大不是 我總會回家來看你 倘敵人不來欺負 我總會離開你 但國內每個人 命都不要搞我好苦 我所有要出征 究竟要出征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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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韓貴進行轉部 也幫他做了一個聲明 就是他從明天開始要展開 土地 學習 傾聽之旅 從明天要從屏東的 俄安比開始出發 他的聲明裡面有載到說 韓國瑜一心熱愛中華民國 為了中華民國不惜粉身碎骨 對全台灣兩千多萬的同胞 的未來以及高雄市民的責任 韓國瑜絕對會奮戰到底 而且他特別強調 他是不要利用市府的行政資源 來行選舉之時 韓國瑜在依法的情況之下 依照程序來請假 最主要的是大家發現說 蔡總統最近的行程 開始加入了競選的行程 就被外界質疑說 是不是挾著行政的資源 在進行個人的選舉 有這樣分不清楚的狀況 所以韓市長他請假就是要宣示 他不會用市政的資源 來拚選舉 另外一方面 韓的禁辦表示 韓國瑜在請假之後 會展開全台灣環島的改變之旅 其中韓掛了關懷 學習跟傾聽三大面向 關懷弱勢族群 產業創新學習 傾聽基層的民意 韓國瑜會藉由 拜訪全國各地的新朋友 同就有匯集全台灣 包括台澎金馬的正能量 跟新動力 轉之為改變中華民國的 政見跟力量 希望可以帶領國家 再次的向上提升 不過他一宣布要請假 馬上就有兩極的意見 有人覺得他落跑 有人不准他的假 像是民進黨的議員 就拿出了假表說 他們不准 不准市長落跑去拚選舉 要他請辭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網路上也出現了很多民眾 做了一個准他請假的這個 准假單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已經有這個 所謂的自動產生器 請假的理由 批示的結果 讓所有的支持民眾 可以PO在網路上 展現人民的意見 跟民進黨不同的意見 來做一個對抗 上個禮拜國慶連假 讓外送美食平台的訂單大增 也讓不少外送員 積極搶單賺外快 只是三天之內奪走了 兩條人命 也讓外界開始檢視起 外送員的職安問題 行政院長蘇貞昌 撂下了重話 要勞動部迅速的啟動勞檢 還要他們不要悠長未機 勞動部長也隨即強調 初步確定是勞固關係 違規的話 最高可以開罰170萬元 大家都為了生活 或者是別的原因 在路上外送 現身大土外送員苦水 越賺八九萬奇跳 卻是拿命來換 外送員的職安問題沒保障 連基本的勞保都沒有 營業機車付下險 這個險幫他保留以後 等於是兩兆雙方 不管出了車禍 人跟車都會賠 很多的規範上 這個工會組成的過程裡頭 我覺得轉動部 要很快的時間內 就要訂定相關的準則 要幫外送員成立工會 不讓監局成為安全殺手 但外送員三天兩死 勞動部才說要勞檢 並訂定承攬和雇傭關係間的界線標 難道不會慢半拍 勞動部要即時的 不必有產危機 應該要對於各種勞動條件關係 都要起早確定 要勞動部硬起來 不要怕外界流言蜚語不破網 勞動部家和金管會聯手納入商業保險 將高風險的外送員 都納保 保費由業者負擔 初步我們認定那是雇傭關係 我們最高的罰則可以罰到170萬 根據它相關的違反的法規 那我們每一條都是處於最高 最高的罰則 希望說駕駛人能夠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們在執法上也會來加以這個落實 就連交通部也跳出來 承諾會針對運輸業安全管理責任 再做更多的保障 可不會動起來滅火 要保障外送員的勞工權益 畢竟選舉在籍就怕引發連鎖效益 外送平台之亂持續的延燒 雖然勞動部昨天正式拍板 確定了外送員跟平台是雇傭關係 如果納管的話 平台業者就必須要負擔老健保 以最低的工資來試算 勞保加舊保 雇主每個月必須要負擔每個人 外送員1779元 這恐怕這些成本 就要轉交到消費者的身上 外送員穿上制服照常上工 因為我自己有保護會啦 所以你勞健保不是這邊的嗎 不是 敏感問題說得保留 Fu Panda總公司前 員工進進出出 只是被定位假承懶真僱佣 那Fu Panda重申 本公司與外送夥伴的合作關係 是承懶關係 公司態度依舊強硬 外送員因為穿制服用品牌保溫箱 以及無法選擇時段 提供服務必須24小時回報公司 被勞動部認定 算是公司指揮監督 因此是雇傭關係 如果確實他們不提供 屬情節重大 勞動部治安署會依照勞基法的規定 分別給予最高罰還30萬 100萬以及45萬 所以合計175萬 兩週之內必須給其資料 否則開罰 實際來試算用基本公司 兩萬三千一百元來看 勞保加舊保百分之十一 雇主負擔七成 一個月得負擔一千七百七十九元 再算下來 Fu Panda登記大約三萬人 Uber Eats兩萬人 等於說每月負擔五千多萬 及三千多萬 這還不包括健保與勞保 這些多出來的成本 會不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我覺得健保是好的 對我們有保障 我是這樣覺得 可是別人 但如果漲價的話 你沒差 我就沒差 承攬雇傭定位之亂 對新創產業投下巨變 如何顧及員工安全 才是最大公約數 特別新聞 莊奇緣彭志宇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外送平台這件事情 大家更關心的是 我們的政府的心態 還有他們的態度 是不是太過消極 這件事情從去年開始 就有人不斷地提醒政府 說一定要面對 因為他接下來 會有一連串的問題 可是政府隔這麼久到現在 鬧出了人命 才真的要開始來檢討跟討論 那這方面政府 到底有沒有代指 但沒有想到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反而呢 是在立法院大力地稱讚勞動部 說他們反應非常快 非常迅速 這相關的話題 我們將會在五點的時候 會有非常完整的討論 另外在台中鐵皮溫的火警殉職 有兩名英勇的消防小隊長 謝志雄 張哲嘉今天出病 立法院長蘇嘉全 內政部長徐國勇到場製計 徐國勇說未來資訊權 調查權 退避權 都會列入消防法 並且頒發榮譽的獎章 給兩方的家屬 在11點35分的時候 台中消防各分隊鳴笛10秒 向兩位殉職的弟兄示禁 台中消防各分隊在11點35分鳴笛10秒 向大雅火警殉職的梁永蕭致意 外勤消防員有的上班出任務 無法現身告別式改用鳴笛默哀 告別式會場內弟兄們舉手向兩人致敬 任務結束了 志雄跟哲家的告別式放著兩人的追思影片 兩人一起在火場救災 志雄跟寶貝兒子的合照 或是哲家跟哥哥的兄弟情 兩人都選擇當打火弟兄 臉上掛著笑容 但現在只能靠影片回憶 全國上百名打火弟兄來送兩人最後一程 會場後方放著兩人穿消防衣的合照 不少人紅了眼眶 攤開國旗蓋在棺木上 梁永蕭英勇殉職 公祭這天兩人晉升成小隊長 代為受獎的兩個哥哥 神色凝重 眼眶泛紅 立法院長蘇嘉全跟內政部長徐國勇 兩人前後到場 除了擔任主繼 安撫家屬 也承諾會檢討火場疏師 關資訊權我們全部入法 那調查權就是我們雜開調查會 這個我們會成立 那另外有關退避權 我們也會把衡量搶救的目的 跟災害的風險之下 如果不進去的話 可能是最好的 我們把他原則上都給他入法 除了告別是緬懷 基層警銷只希望消防法 能盡快三讀上路 才不會重演今天公祭 明天忘記的悲劇 TVPS新聞 劉漢偉 徐又翔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給一下 鵬